这间崔师傅站在机器人旁面,正在为屋里的客人煮面。 有人要面,只要一按开关,机器人便动起来了。 不出一分钟就削出了好几碗面,果然是个好帮手。 早上八九点,面馆里的人越来越多,崔师傅忙得无意乐福。 崔师傅的爱人看着红火的生意,也是喜善美烧。 一开始吧,一开始一点都不赞同,后来那个发明好以后,可以削面的时候,我才可以赚钱了,才可以再赚。 那么,这机器人做的刀削面味道如何呢? 看来,大家对机器人削面的味道,还是都很认可的。 崔师傅的机器人削面馆的生意,做的也是风风水起。 看刚才那边人挺多,生意还不错,还好。 你知道今天大概买多少? 星天啊,塑料少点,到200多万。 今天还算少啊,平时比这还多? 平时比这多,主要是干净点,卫生点,大家看了就喜欢吃,增加食欲。 崔师傅这个奥特曼削面鸡琴啊, 说起来挺拗口的,但甭管怎么说呢,确实看起来挺忽悠人的。 但是崔师傅一早上怎么想到做这么一个会削面的机器人呢? 今年九月份,崔师傅租了现在的店面,带着他的机器人大厨正式入住。 从此,崔师傅开始了新的营生,经营这家机器人刀销面馆。 谈起当初要开机器人刀销面馆的初衷,崔师傅谈侃而谈。 我那会儿养猪,去刀销面馆,求人家的干水,人家的人特别的多。 我说我要是干点刀销面的话,少挣点,我就满足了,对吧? 结果呢,我自己消灭吧,我没那手艺,我说我也做个能消灭的东西。 当时没有什么想法,就是想怎样能把人代替了,而且必须的模仿人这一个动作,消灭。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,崔师傅说干就干。 在他这个破旧的工作间里,日夜地琢磨机器人的设计工作,依靠平时对机械知识的积累和强大的动手能力, 崔师傅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,做出了一个刀销面机器人。 但是,给这个机器人选择一个什么形象呢? 一次,看到儿子在看奥特曼的动画片,崔师傅灵机一动,就想给自己的机器人也设计一个奥特曼的头像。 而且,两只眼睛还能闪闪放光。 更叫人叫绝的是,崔师傅制作机器人用的材料,竟然都是一些别人不要的废旧零件。 这都是我从那个破烂滩里边收敛的。 像这个是缝纫机的,那个是汽车,咱们那个转向的。 哦,你这盒子都是废物利用的。 对,对,对。 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从破烂堆里搞出来的发明,现在却支撑起了崔师傅一家人的生活。 这不禁让我们对崔师傅的聪明才智佩服不已。 那么,这个刀销面机器人到底有何奥秘? 让我们先听听崔师傅是如何解释的。 像这个,我把面搁上去以后,它就自己开始削。 从左边削到右边,咱们没面了吗? 它自己降下去,然后再削。 这样,它就是根据这个雨刷剂,左边右边,左边右边,那个道理做出来的。 然后,这胳膊降一下削在左边,降一下削在右边,等到没有面的时候,它机子自己提升回来。 。